豪華夏日餐餵料理 菜名叫做 菜名叫做 醋溜一下焦麻 準備 倒花椒 我覺得這道菜 一定要小心在很多個細節上 是 讓焦麻跟醋溜的效果 特別極顯出來 好 來 開始 已經有熱鍋了 爆一下 這個我覺得做菜的時候 是要瀝它的花椒油是不是 對 這個我覺得超讚 你會做菜嗎 我有在學了 有啊 大家有 大家有拌桌給小燕姐吃 真的嗎 因為你細心的教導 糖醋排骨 我還去別的節目還做過一次 他特別在疫情的時候 打了一個小時的電話 傳授糖醋排骨 這麼有心 他那時候說他要在家做菜 不能出去 他就說你做什麼 他就說做糖醋排骨 我就說我待會兒告訴你 怎麼做比較好吃 好 來 這裡 我們用酥炸粉 我加一顆全蛋 然後再來加一點鹽巴 然後膠麻粉 真的 香麻粉就是花椒粉是不是 對 很容易就膠掉了 花椒粉 大紅包跟青花椒用的 大紅包的麻比較沉 比較沉 青花椒是花椒香氣比較一樣 清香味 清香味 對 它那個感人就跟是 乾香菇跟鮮香菇的差別 不一樣 香氣上會有差別 它一般還有就是 青花椒 大紅包還有藤椒 椒 麻粉 藤椒 這兩顆是椒 之前有先做什麼處理嗎 沒有 就退冰把水壓掉 然後把嘴巴這邊把它拿掉 第一次看到生的軟殼蟹耶 你一般都上桌了 對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 都是炸過的這樣 我也是第一次看 整隻喔 黃師傅真的就是浩克 沒有 沒有加米酒 煮一道菜 它其實只要大概三隻就好了 它整個鍋下來 花椒油也利好了 聞到那個花椒的味道 小心喔 小心 熱油 它在這個170度的油溫下去 大概要多長時間 要不要三分鐘 差不多 要不要再炒 炒成油溫 為了不吃油得讓油溫升起來才行 對 蒜頭 蒜頭 一大匙的蒜末 蒜末 直接介紹兩分鐘 露出豆絲 你這是做醋溜土豆絲的做法嗎 對 好有 做花椒油 好 醋溜土豆絲是不是一定會有乾辣椒 有 一定會有 它甚至它在炒的時候 花椒粒都炒進去 花椒粒也很紅 對 對 要加一點 最近是不是做了這道 對... 我有看... 隔天我就做了 好 很簡單吧 很簡單 我覺得我不好抓那個 就是 鹽吧 可能我泡的過程 泡太乾了 它應該要脆 對 我就是爸爸很急說 好像泡好了... 我要泡10分鐘以上 對... 難題要再洗一次 對 泡哪個 泡那個土豆絲就行了 好 好 刺濡 這個一定開胃了吧 大薯醋再燒 兩湯匙的醋了 不行 會加點糖是不是 還滿醋的 被自己醋到了 它有時候要加兩次 加烏醋 第一次 對烏醋加上去是比較沉 然後要起鍋前再加一次 香氣 對 一定是烏醋嗎 白醋也可以 但是這個可以吧 我是在那個搖動比較高的 好 現在加點辣油 好 現在在軟和蟹這一鍋 水已經大量的在飆出來了 可以的 可以幫我 強哥幫我撈起來 謝謝 謝謝你 小心喔 脆超遠 超遠啊 提醒是熱油花 小心喔 是 又是白衣服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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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你站起來其實不出來 跳起來 對啦 還可以 轉個線 整隻醬吃這麼豪邁啊 爽 這是什麼 歸軟 哇 來 完成 完成 起來了 千佩兒 來 換我們吃了 醋溜土豆絲 這麼開胃的菜 好好吃喔 我吃軟哥在炸得好透 他不是很久沒有吃到人魚 還沒吃 好大隻 我沒有吃過這麼大隻的蟹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我平常不太吃螃蟹 它很常來吃 連殼喔 而且整個吃 就是比較不常吃 所以今天算是 一吃就這麼大隻 開婚 這個口感 應該是很爽快的 要不要先吃下去 好好吃喔 我們這種平民老百姓 真的很少吃到這種 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你會打包嗎 可以 可以 求吃不開心 上前後前不能嗑藥你知道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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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師傅太熱心了嘛 熊佩你很容易吵到鄰居耶 真的 你看 你看 好飽悶喔 醋溜的鹹酸甜 包括醋的那個腔味 還有那個蒸氣 很明顯 很明顯 然後脆口度也很明顯 很具體 很具體 醋溜酸不錯這個 兩個搭配起來 沒有看過這樣搭配 醋溜是搭這個 好吃 酸辣 對 我根本很香 好可憐 好可憐